在这里的话我们会一个一个的讲 就是我们临床常见的主要冲突类型 以及主导的情感 那么一个是个体化和依赖之间的冲突 那么它的主导情感是恐惧 其实今天早上 我前面在讲的那个例子当中 就是一个人他在大四的时候就挂科了 然后他去跟那个小姐姐有很亲近的关系 就是有夫之妇的小姐姐有很亲近的关系 他其实就是一个个体化和依赖 当他没有真正的去充分的依赖过以后 那么其实他就没有办法真正的去个体化 没有办法真正的成熟 变成是一种假性成熟 所以他对真的要去走路 社会是充满恐惧的 那他就以一种挂科 然后为此抑郁焦虑的形式 因为抑郁焦虑比恐惧还更容易 更容易承受一点 那个体化和依赖的话 其实就是说在青少年案例里面 有很多是有这个个体化和依赖的冲突 还有就是说啃老族 其实很多啃老族 他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冲突 也是个体化和依赖 我讲一个临床例子 首先我先说一下大的方面 就是每一种冲突类型的话 首先就我们会列出来这一些对吧 个体化 依赖 服从 控制 那么有这样冲突的来访者的话 有一些他会表现出就是非常的依赖 有一些表现非常的个体化 而服从和控制呢 有一些他表现得非常的服从 而有一些呢 他则表现为非常的控制 就是两极 两极 因为其实在就是一个比较平衡的人的话 就是说比如说我可以靠自己 但是在需要依赖的时候 我可以去依赖 这个就是我们讲有心理弹性 那么就是当有冲突的话 他经常就是处于其中的一极 有些就表现得极度的依赖 有些表现得太过一个体化 而有一些呢就是 在个体化和依赖的 就是临床上个体化和依赖 冲突的来访者是挺多的 就我再讲一个例子就是 这个来访者的话 他也挺有意思的 他爸爸不一定去学过这么多的心理学的东西 但是当时我还挺高兴的 就是他会 他跟父母的关系很冲突 但是呢就是后来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 开始改善了 开始改善了以后呢 这时候他爸爸就有一个提议 他也开始工作了 他爸爸提议就是说 他们俩一起开车去远行 因为他刚学会开车 然后呢他爸爸说 我坐在边上主要你来开 就像我来帮你把把关一样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象征意义的 对吧 我还挺高兴的 但是后来呢就是因为发生了一件事 就是因为在他内心里 他始终觉得就是说 好像父母去阻碍了 他的这个个体化的过程 就是父母帮他做了很多事 阻碍了他的个体化的过程 那么原油契机呢是就说 他到就是香港澳门去旅游 然后呢其实是一个 本质上是一个购物团体啦 那他很愤怒 他就离开那个团体 想自己回来 但是呢他好像是 就是说他带的钱不够 还怎么的 因为本来想就交了旅游团 他们不怎么需要花钱 那这时候呢 的确就是他爸爸就是 他觉得他已经都算好了 怎么做 可以从澳门回到珠海 然后再只要他爸爸帮他订飞机票 从珠海飞到上海就可以了 但是呢就是他爸爸去帮忙 就是去叫了一个朋友 而这个朋友呢 是一个外科医生 然后紧急的去给他们送钱 但是呢就说 其实这个外科医生差一点 因为这个耽误了一台手术 然后他当时就是感到非常的羞耻 觉得说 然后也认为就说 他觉得就是 其实我靠自己就可以了 然后你又帮我做了太多的事情 然后使得就说 就是我要去接受别人的这种 就是因为他说 他后来一起去他的医院 大家都对他们很愤怒 就他感到非常的羞耻 然后这时候他又觉得说 其实是他爸爸阻碍了他去独立 然后他因此就他工作是在国外 他就出国去工作了 但是呢就是他就想要去切断 他觉得是父母阻碍了 对他关心照顾太多 阻断了他的独立的个体化的进程 那这时候呢 但是其实他内在又没有真正的能够独立 那这时候 他就很有意思 就说 首先他工作的话 就是他在过要过实习期的时候 他的工作是要有个实习期 然后他实习期都表现挺好的 甚至就是是他们进入的 那一届的当中的储桥 但是要因为他要签正式合同之前 他又开始叫做掉链子了 他又开始生病了 开始生病了 然后呢又开始不去上班了 然后这时候其实要你用人公司的话 正常就说 其实我觉得他还蛮幸运的 因为他们说那你休息吧 但是你要给我们发短信 那我们知道你挺好 你挺好的 因为对还是 还是我觉得这个公司的文化还挺不错的 但是他连这个都不干 那这时候呢 他父母又跑去照顾他了 跑去照顾他了 等到他觉得就是他又得到了一些照顾以后 他要开始可以去签合同了 他又把他父母给赶回家了 然后呢 他就觉得说 其实没有他们我也是可以的 这其实就很明显的个体化跟依赖对吧 就他很害怕要自己一个人去独自面对这个社会 然后他又需要就是临时要再去补给一点 但是呢 他又不能够承认我得到帮助了 然后我就觉得就说 小孩子 大家去看小孩子 在他还不能完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 他很要显示他可以的 有吗 但是等到他真的可以的时候 他要跟你撒娇发点的 如果要用点力气他要说我要报 我就记得我印象深刻的就是比如说 有一次我带我儿子到公园玩 那时候他才两岁多 然后挺高的就是一个台阶 就是就是公园不是长廊 然后就经常有那个石杆吗 石杆下面还要再跳下去对吧 然后那个下去还有一般有个三个台阶才走下去 然后他要从那个石杆那边跳下来 直接跳下来 就不是说就是就是直接跳到这下面的地板上 然后我就他其实也还是知道危险的 他的做法呢是他先从石杆爬 爬到爬到就是就从石杆跳不是更高吗 他先爬到外面爬到外面就低一点了再跳 但是他在爬的时候呢我去帮了他一把 往下的时候我帮了他一把 他非常的愤怒 他指定我要站在哪里 我本来说好的那妈妈不帮你 然后呢我就在边上看 但是他也很贼的 他知道就说万一我还可能去伸手帮他 他指定我一定要站到哪里去 那我如果站到那里去 他要是摔下来肯定是来不及的 但是呢就说在那个就是我判断了一下 就是他运动能力应该不至于有什么大问题 然后呢就让他让他自己来了 但是其实就说他那时候他其实就说他很想显示自己的能力 所以他就是他不能允许你去帮他 他要去说其实我可以的 然后这时候但是等到他后面他真可以的时候 他就说妈妈抱 妈妈抱 当然他有时候也会自己跳 他有时候也会要妈妈抱 他就更灵活了 对吧 这其实就是一个个体化跟依赖的冲突 当然了有另外一集的话就是 他表现的非常的依赖 表现的非常的依赖 我们在生活中有碰到这样的人吗 就是有一个什么事都要来找你 然后听听你的想法 其实他真的没有想法吗 不见得 其实他也有想法 只不过呢就是他好像不敢去靠自己 就是他不敢去靠自己 他觉得就是 所以我们后面会讲就是一个依赖性投射性认同 就好像就是我们的很多来访者对治疗师也会有依赖的 而这时候呢治疗师经常会感觉挺好的 是不是 你被一个人依赖的时候 然后被一个人 其实他多少对你有点理想化 然后在他的眼里你很美好 我们讲自体都是一个关系性的 你也会感觉挺好的 当然了就说太依赖的 太过于依赖的 其实你也会受不了 但是一定程度就是可以到可以个体化 但是他又有依赖的话 经常其实是感觉蛮好的 但是你会发现这类病人他有一种特点 就是说 他其实是有自己的想法的 没有谁是没有自己的想法的 但是呢他总是想要听你的 然后生活中也是会有这样子的 就表现得很依赖 其实本质都是害怕 通过自己的脚在这个世界上 在这个社会上站立 所以他总是要听你的意见 然后总是要就是听听你的想法等等 然后咨询师呢就 有时候不由自主就会去给他意见 会吧 是吧 他不是自己不知道 但是你他不由自主了 你就会被引诱着去告诉他 你要怎么做 你要教你会教他什么的 而个体化的人就是 他样样都要 你会发现他自己什么都能搞定啊 但事实上他内在 他也渴望依赖而指引的 对吧 但是一般的话 他其实是两个是要 是需要一个就是说 其实平衡是最好的 就是说你又要能够自己走 需要的时候又可以靠 当然这也是一个比较安全的意念 对吧 关于个体化和依赖呢 我还想再补充一点 就是依赖 我们知道就是如果从Mala的 这个心理发育的分析理论 从心理发育构生期的来访者 他也会有挺强的依赖 那么他跟个体化依赖 冲突的来访者的依赖 其实那个在 你在跟来访者的互动当中的感觉 是不大一样的 如果因为这个他已经是到分离和个体化期了 那在他的就是你当你跟这个来访者接触的时候 如果是一个共生期的来访者 他就像是婴儿一样 你会感觉他对你的那个依赖呢 就像是要扑过来一样的 要贴在你身上 那么这个个体化和依赖阶段的这个依赖呢 他更多的你会觉得就是他要靠过来 但是呢有时候就是激起的就是咨询师的反应前 有时候你会很想就把它给推开 然后呢当然也有的就是你就觉得你要去紧紧抱住啊 那么这个推就是到了个体化和依赖阶段的这个依赖 然后你在互动时候 你会感觉到就说因为他毕竟就像一个小孩 他要站起来 但是呢或者站立自己行走 但是他还需要扶 需要帮一帮 但是就是不是这样要紧紧的贴着你不放的 这个感觉是不一样的 那接下来的话呢 我们就讲服从与控制这个冲突 那其实呢这种服从与控制的话 这个在临床中也是非常的常见的 我想就是这一个片子的话 我会用举各种都是举那个临床例子的方式来跟大家来说明 那比如说就是我讲比如说有一端 比如说是控制的 这是我很早以前 这个让我一直也印象非常深刻 就是十几年前 就我在门诊碰到的一个来访者 然后他一进来的时候 我就感觉到就是他着装非常的得体优雅 然后呢他开始讲他的情况的话 就是因为一般来说 就是他讲就是他老公有外遇不理他 一般情况我们总体就同样作为女性 可能你激发的情感都会是会挺同情他的 然后可能也会就是有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会觉得有可能那个男的不大好啊 或者因为你很容易很快去认同他 有时候一开始 但是当时我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奇怪 就是说我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感觉 没有很特别的这个感觉 就是他的那种得体和优雅 你透露着一种怎么说 一种要给我感觉就是有一种要掌控的感觉 后来呢他再讲到就是说 他儿子也不理他 然后呢他儿子呢就是 是站在他爸爸那一边的 这个其实就让我非常的好奇了 因为一般情况下就是 儿子会是就是说儿子总体天生 很好就因为他儿子已经高中了 可能这时候就是会跟爸爸是冲突的 而就是说当然可能跟父母都冲突 但是儿子会更站在妈妈这一边 特别是爸爸有外遇 那么后来就是他在跟我的互动当中的话 我会感觉到他的那个控制就是越来的就是那种控制感越来越明显 因为那时候我们还不是电脑来记病率 然后呢他要问我说你写你是你写你都写了些什么 要求我要给他看 那当时的话呢就是我也就是我也没有那么多经验 而且大家就本诊病人跟那个在治疗中的病人不一样 我就我就跟他说 我就说我不给你看 我说如果你想看你可以去复印病史你去看 然后我们就闹得就说他的那种控制 他就是要控制我写什么 要检查我写什么 然后我会就能够想象就说 其实他这样的话 他老公估计也是被他逼走了 他儿子也被他逼走了 就是他的那种控制感 后来呢就是他又出去了以后 他又回来 然后还是要来跟我再看我写什么 但是我很坚决 我跟他说我这个是我作为医生的责任 那你要看呢你有权利看 你到我们门诊办公室去复印去 就是我们会看到就是说 在资访互动中就是说他的那个控制感 那可能就是他在家里面他也是这样的 因为他那个流露来的出来的态度呢 就是很要控制就是要去掌控 那么我要在这里说的就是这个服从与控制的话 其实大家听我讲刚才那个例子 就是说其实当时我们是争执了对吧 就很容易激起别人的愤怒 因为我为什么要按照你说的来做 我是不肯的 而且就是说你没有权利要求我 就是要求我按照你来说的写 然后然后还要我来检查我怎么写病例 但是呢就是对于这样的来访者来说的话 其实他还有一个就是说他也很愤怒 他觉得就是好像我你们应该听我的 好像你是我的老他是我的老板 或者他在家里面的话 他也会觉得说哦你们应该要来听我的 那如果他没有没有听的话 其实他很容易激起一个羞耻感 就是这个当然我们讲其实其实所有的 我们昨天前面的课程当中有说过 就是其实就是在所有的人格结构里 都会有个这样的一些情感 只是这些情感的那个深度 或者我们讲就是严重程度 你深到就是是在表里 还是都到肉里到骨头里 或者甚至渗透到灵魂里 这是不一样的 那么他也会感觉到羞耻 那么他的这个羞耻是 就是我自己的意志没有得到实现 就是你们都应该听我的 然后让我觉得我很羞愧 那我在这里的话呢 就是关于控制 我还要在我们要区分一下 就是其实精神病性能格结构的来访者 你也会感觉到就是他的那个控制感 是非常强的 好那对于那个精神病性的来访者的控制的话 其实我们会更多的感觉到 就是说那种控制是有一点就是 有我没你 就是就那个控制会感觉 逼迫到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 那么就像一个来访者曾经说过 就是他说他跟他老公在争 就是家里一个东西是该如何摆放的 应该摆在哪里 其实这个不是问题本身不是最重要的 对吧 但是呢他就会感觉到就是说那像是一个就是生死决斗一样 就是对于他来说就是这不刚才我们我们在这服从与控制冲突当中的这个控制 更多的是一个意志的展现 但是呢在精神病性能格结构里面的那个控制呢就是如果没有按照这个就像他的很多他内在是完全失控的 他很需要就是这种外界的掌控呢来让自己感觉到一些控制感或者一些存在的确定感 所以如果没有按照他的方式来进行就是或者叫控进行控制的话或者进行掌控的话他会感觉到他内在的崩解 所以就是他你在跟他互动过程中你感觉到的那个控制他对你那个控制就是你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 完全没有自己的空间 然后如果大家跟就是这样的来访者工作 其实经常你我们也会发现就是说你会全心全意的去扑在他身上 就是很自然的 那某种程度上呢就那也像是一个黑洞他们经常会讲黑洞 就是不停的就是在吸着所有的这些能量过去 但是呢其实当然了就是说很长久的工作后来面我们会说是会带来改变 但是就是这个呢就是跟服从和控制的这个级别就要差很多 就是你就是他就像下面有一个漏 然后你一直在给然后给了给但是呢他是留一点 但是很多一开始都是会漏掉的对吧 所以呢就是这个这个控制呢就是跟就是精神病性能格结构的控制是不大一样的 那么那还有一端呢就是服从 就是其实呢就是说他可能表现的特别的顺从 就是我有一个来访者 但是呢就是说其实服从在某种程度上呢也会带来一些隐秘的控制 就是他表现的非常的就是善解人意 然后呢你如果跟他说什么做什么就是说什么的话 他都会去就说他都就好像就是貌似就是说一直开始就是好像很好商量 但是呢就是当你感觉说有一点点好像亏欠他的那种感觉 那么他在工作中的表现 因为他在工作中其实他就是一个秘书他就是做的非常出色的秘书 其实他的这个特质在他的工作中是会获益很大的对吧 因为其实你工作你作为一个秘书你只要服从你就会做的很好 但是呢就是他的这个特质呢就是蔓延到生活中其实是给他带来很多的困扰麻烦 比如说他讲他有一次他家里装修那么呢不是那种大的装修啊 所以他们是住到宾馆里去的不是去租房了就住到宾馆里去 那么他说我想休息的时候但是服务员会进来打扫 那我们一般是怎么做请勿打扰对吧 他不会这样做的他说他说这样我会影响人家工作的 然后呢大家能感觉到吧就是他好像都要去考虑别人的需要什么 别人的意见就然后跟他丈夫的话就是他丈夫比如说他会跟我说 其实因为在宾馆里面的时候他在家里每个人都可以有一个电视没有问题 在宾馆里只有一个电视机所以他就会说其实他想看的跟他丈夫想看的是不一样的 但他都是会以他丈夫的为主的所以就是他但是呢其实他内心是会有很多的不舒服的 他不是说就是我不在意这件事情他是觉得我要考虑别人的需求 他总是把别人的需求考虑放在第一位 但后来呢就是我就会发现 他有时候就是我的来访者他们会有我的手机号 就是万一有时候呢就是需要临时更改一些时间这样会方便一点 没有就是紧急状况不会给我发短信的 后来我会发现就是说他也知道他也知道这个这个这个规则 我会发现第一就是他大概是给我在额外时间发短信最多的人 然后呢每一次都会觉得说我实在非常抱歉我打扰你了等等等等 但是呢就是我的感觉就是如果我不回复他我好像就是很没有人情味 但是如果我回复他呢他下次呢有可能还会再来 然后他每次都会觉得我真的是受不了啊等等等等 然后我还又发现就是说就是这种时候其实是在我的来访这里 他算常见的就是时间到了以后他会 我一生我在占用你一分钟时间 其实不是一分钟啊真的其实不是一分钟 我把这件事情说完 然后呢就是其实他经常还是会突破 但是呢就是比如说有的人你会觉得就是就是偶尔就一下一次两次啊等等的 但是他有时候我觉得好像时间多了次数多了 但我也会觉得就是你看他人家那么善解人意的人 都在处处为别人考虑的人 他在痛苦的时候想要多说一点 你要是不给他的话实在是觉得很没人情味 结果有一次我就后来我就到了一顿的时间以后 我就真的去跟他就把这个时间给cut掉了 就是说哎我们时间到了 然后结果他就激起了他非常大的愤怒 他就觉得说 这个我又不是机器了 我又不是机器了 怎么能够说停就停呢 呃这个就是 他就其实就是我当时担心了就去就都爆发出来了 但是呢就说也由此呢就是当我就是其实也是给了他很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一个接纳期 但是后面呢就是其实带来的一个治疗效果就是 他突然有一天领悟到说我可以去接受别人拒绝我 然后这个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我开始他就很愤怒对我很愤怒 他就觉得冷冰冰的啊等等等等 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啊等等等等 但是后来他会发现他因为他原来是没法拒绝别人的 但是呢当他可以去接受别人对自己的拒绝 那他也可以去拒绝别人 其实之前他已经开始不断的在尝试着做这样的拒绝的工作了 因为比如说他生病 他生病已经十几年了 但是呢他从来不去告诉父母 而且他父母生病需要他照顾 然后呢他其实是不愿意 他是以前是就说几乎是要天天去的 然后呢后来是每个礼拜去 后来呢是打电话 因为其实他年纪也不小了嘛 那开始的时候他一直都不敢跟他父母说 因为他会想象说 他们会不会因为年纪大了心脏病啊 然后就等等就是想象很多灾难性的后果 然后他因为他你看他会把所有的人都照顾的很好对吧 所以他爸爸呢也会他就他用他的话说就是他爸爸其实有不少孩子 他说我是用起来最顺手的 我是用起来最顺手的 然后就他然后他又会有一次又会做一个梦 他做到一个什么梦呢 就是他说就是他那是他的房间 但是呢都占据了就是都是父母的东西 后来他只剩下一个床 但是呢他爸爸呢却把鱼缸放到了他的那个床上 鱼缸就是玩的鱼缸嘛 然后他觉得非常的委屈 他说怎么就这么一点点地方都不给我 但是后面的话就是他就开始 然后后来他还跟他父母争吵啊 等等等等 那现在就是他几乎就说他因为他也的确生病 就是状况不是特别好 然后他开始就是把这个照顾父母的责任 结果他会发现就是说 他弟弟也可以的 他的小妹也可以的 都做得挺好的 其实没有他其实这个世界一样转 然后他也会觉得轻松 虽然有时候他也还是会有点内疚 对吧 所以就是有的人就是会很展现控制的一端 有的人就展现服从的一端 那么其实像我们大部分的人 其实我们也会有掌控感 也要掌控欲对吧 但是会比较灵活分情境 然后至少你也尊重对方的自己的意志 对吧 好 那么关于服从与控制呢 我们就讲到这里 就是什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